男孩只是伸了根手指 就被白人警察连开了二十多枪 因为他们怀疑男孩准备袭警 可调查完后他们慌了 男孩车里根本没枪 而男孩还是个准备上大学的高中生 但男孩已被设得半死 为了应该最后 他们把男孩拖下车子靠住 然后从后备箱掏出黑市里脚来的枪 沾上男孩指纹后放在了男孩身旁 这样就合理的成了袭警现场 而这已经不是第一次错杀 可没想到这次出了麻烦 男孩的母亲也是FBI 他一眼就看穿了同事的阴谋 看着儿子身上四十多个枪眼 他的心就一阵脚痛 同时男孩父亲也是黑人法官 只是靠近看了儿子一眼 他就感觉自己要爆炸 他们夫妻俩好不容易把儿子抚养成人 虽然母亲曾多次警告他不要招惹FBI 可因为那些儿子考虑心仪的大学 他过于兴奋 于是不自禁地就向FBI打了招 可因为视角的原因 FBI误以为男孩是在挑衅他们 作为多年老警他们哪里能忍 于是立马别停男孩的车 还把手枪上了他 因为男孩的手势像急了开枪 所以他们很是谨慎 被别停的男孩一脸猛逼 表示自己根本没违法 但FBI要不拿出家长 男孩没多想就转身去拿背包 这个动作被FBI误会要抛枪 所以就连开了二十多枪 最后根据报告 是男孩先抛枪反抗 所以他们被迫射杀了男孩 可父亲知道自己的儿子很善良 因为他的母亲是个中国人 从小就教儿子要有爱心 而母亲因为过于心痛 也辞掉了FBI工作 因为他清楚法律不会给他伸张正义 但作为法官的黑人父亲却很坚信 认为只要自己努力 就一定能讨回公道 你不要天真的因为 你法官的衣服 却能够遮住你被随着的屁股 很快在父母的起诉下 两个FBI受到了警局内部调查 因为两人早就串通了口部 并且局长也是十分互懂 于是最后也鉴定为正当防卫 黑人父母当然受不了这个结果 就来到警局要求重新审理 可此时两个FBI恰好路 你甚至不能带你自己去 对不起 上任不久的新FBI因为愧疚 只能低下头上楼 我对不起有错 我对不起我做的事 你不明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